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3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能业 今天这期节目主要和大家聊一下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国内的疫情 现在又爆发了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有一个医生 在微博上这两年全程记录了自己在方舱医院工作的经历 把里面非常恐怖的事情可以说非常真实的都记录下来了 那么特别是包括今年的一些情况 今年方舱医院里面的一些情况 也写也全部都说出来了 这几天在海内外热传 这是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我们讲一下 今天报道出来习近平和拜登将会面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他们到底会面会谈什么 为什么要会面 好言过真传 既之前中国近半的省市疫情爆发之后 那么这几天中国大年的疫情突然爆发了 比之前其他省市都要严重很多 再次成为全国的焦点 而且北京的疫情这个情况也非常不乐观 大年的本能疫情最早是出现在11月4日 截至今天9天的时间 总共有255人感染了 这个频率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 尤其是11日新增了52例确诊病例 而在11月13日呢 大连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 就是公布的11月12日 0点到24点的数据 也显示啊 大连又增加了40例本土的新冠肺炎病例 所以这样加起来呢 两天就增加了90多例 这是非常罕见的 特别是对于在中国这种情况啊 那么这两天的数据啊 可以说让全国都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可以说除了今年年初啊 南京扬州的那波之外 大连这一次一天爆发50多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确实是非同寻常 针对新增的52例本土的确诊病例 大连市也公布了病例相关的活动轨迹 其中呢 有30多名确诊病例啊 都是庄和市大学城的就读学生 疫情的传播呢 也从之前的单位到家庭到了现在呢 传到了校园啊 而且大连的中级风险地区和高级风险地区呢 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个 那么庄和市啊就名列其中 庄和市呢有80.7万人口啊被波及 向高速封闭 然后学校呢全部停课封校 那么下一步很可能呢就是真正的封城啊 庄和封城 自去年以来呢大连累计啊爆发了三波疫情 而和上两轮相比啊 这一轮的疫情呢可以说来的更猛 呈现出这种单位积居性 家庭积居性和学校积居性等等一些特点 而且病毒传播的速度啊很快 听说又是Delta病毒 传染性非常强 代际传播的时间呢只是两天左右 那么这几天呢大连的总指挥部啊 连续三次发布了消息 说非必要不要离开大连 发了这样一个通知 发了三次 不断加盐管控措施 你像空港就是机场啊 还有铁路港口等等的交通枢纽 都是严格落实 非必要不离港的一些政策 要查验离开大连人员国务院的通行卡 辽氏通的健康绿码 还有24小时内的核酸的阴线证明 以及离开大连的审批手续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呢 必须有主要的党政领导审批同意 出了公函之后才能离开 其他人员呢 有所在街道的主要领导审批 出去公函之后才可以离开大连 旅客离开大连呢 基本上被禁止了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这个措施是非常严的 你像这个通告发布以来呢 大连是日均发送旅客呀 是918人 下降了96.49% 同时呢 持续对区域外的疫情重点地区呢 进行检测 落实重点地区来大连的旅客 进行一个体温的检测 还有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查验 还有主动提示报备等等一些措施 可以说大连人不让出去 外边的人呢 来大连也是受到严格的检查 基本上就是封闭了 那么在封锁消息公布之前呢 可以说大连全程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 居民呢都开始疯狂的外出抢购食品 囤积食品 很多超市的商场的货架都被抢购一空了 在社会和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一个大连的朋友啊 当天跟他聊天 他就告诉我说 他要准备去抢东西了啊 那么这种事情可以说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标配和日常了 每个城市啊好像都要轮到一次 一轮到了就是封城 然后抢东西 居家隔离 对不对 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 针对11月7日大连市的部分超市的肉蛋 菜等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呢 出现短缺空价的现象 那么大连官方呢也是做出来回应 当然是安抚大家的情绪啊 大连官方督促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超市加大采购力度 开通应急物资运输快捷的通道 紧急调运物资 提高补货的速度 全力保障市场的供应 情况严峻的 可以说还不止大连呢 还有其他很多省市 我们看中国卫经委啊 这两天的通报就知道了 你像11月11日0点到24点呢 31个省市啊 报告新增的病例啊 达到了98例 其中呢 本土病例就79例 辽宁呢 有52例都在大连 荷兰12例 其中郑州就有6例 州口市有6例 北京呢 也有6例 其中海淀区啊 是4例 朝阳区2例 黑龙江呢 也有5例 所以这些例数啊 对于中国各地来说 还是不少的啊 北京一天出现了5例啊 也是非常罕见 而今天呢 北京呢 又增加了1例 所以 也是全程高度紧张啊 现在北京呢 大会是刚刚落幕啊 可以说也是草木皆兵 因为这个防疫 北大呢 是刚刚发现了 三个疑似的病例 都封了三栋宿舍楼 那么要是在别的地方啊 可能整个学校都会封掉啊 毕竟北大的地位还是不一样啊 所以只封了三栋楼 目前中国的抗疫措施 可以说是非常极端啊 非常严厉 特别是这个清零的政策啊 我们想想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放弃清零了 对不对 只有中国还在坚持这个清零的政策 而病毒是零容忍 所以我们想想 这也是非常可笑的啊 你想现在还有人说 和感冒病毒是零容忍吗 对不对 没有人这样说吧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影响到自己的人来说啊 他们觉得清零政策很好 说明中国政府很重视 以人为本 对不对 但是啊 一旦涉及到自己啊 可能清零政策就不是那么好了 就能体会到啊 这种被拘禁 被禁集中营的一种待遇 你像云南的瑞丽啊 等城市啊 就把隔离当成一个产业 把隔离点呢 搞成集中营 这些就不说了 前面我都专门做过节目都讲过 再比如了 现在成多啊 又搞出了一个看似高科技的防疫的新名词啊 叫什么 时空伴随者 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 很科幻 对不对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呢 被确诊了 那么通过科技定位 在过去一段时间 和他在时间空间上有交集的人呢 都将面临着核酸检测 隔离等的一些措施 成多啊 因为一个确诊 最终是八万多人呢 成了时空伴随者啊 比如这个消息在海外 引起很大的反响 搞得八万多人呢 都要面临着隔离 做核酸的一个处境 那么电影下去可以说啊 中国每个人 未来都有可能成为这种 时空伴随者的可能性 都需要被隔离 核酸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呢 对中国的社会影响 经济影响 就不说了 最近呢 中国一个医生的方舱医院里的死亡情况日记 被传出来了 在中国的内网上是热传了 确实非常恐怖啊 很多因为发热的人 进去的人呢 最终因为各种原因呢 死在里面了 说这是方舱医院集中营呢 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目前呢 他的微博已经是被封了 可以说还算是个比较有良心的医生 对呢 我把他的日记啊 念几个帖子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就能感受到中国所谓的防疫啊 是多么的恐怖 那么他的微博从去年12月份更新 到今年11月8日 前几天是被关闭的 那么确实啊 可以说到现在才被关闭 才被发现 是一个奇迹 我们从他现在发的微博往前看啊 看一下这个防疫全球第一大国 所谓要别人抄作业的大国 他们做的是多么苍无人道 那么第一个帖子 他说是11月8号的 他说上周方舱死了三个病人 还有一个插上管子了 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天 这些病人呢 只是因为发热就被隔离在方舱 得不到引有的治疗 哎 就这样吧 这个环境下谁对谁错了 还有一个又是侧臂急性心梗的 因为是黄马 五天了 介入都做不了 因为没人愿意承担责任 还好暂时保住了生命 这是第一个 那么在今年8月14号 他发的一个帖子就说了 说实话 发热门症呢 就是一个笑话 管理混乱 治疗手段缺乏 都是来支援的医生 还是被客扣补助的 支援医生工作量巨大 患者死亡率不低 真的是把天灾变成了人祸 这是他的第二个 还有一个 他说三天死了三个病人 一个是消化道穿孔感染体修课 一个大面积心肌梗死 一个是急性脑梗死半消化道出血 这是三个附加病啊 就是说可能是这些引起的 但是啊 是因为在方舱医院隔离去世的 那么这是实打实的例子啊 还有一个了 他说最近发热门针的主任呢 为了推卸责任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啊 病人都快死在方舱里面了 还得等微信群里面 这些所谓的专家同意之后 才能拉走加油吧病人 没事别来发热门诊了 死家里都比死这里强 所以从这里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方舱医院里面 是个什么环境 对不对 对隔离的人呢 是不是真的好啊 三天送走了五个 我感觉隔壁病房呢 应该去拜拜了 这是他发的一个帖子 三天死五个啊 目前来看他说 方舱的病人呢 因为政策问题 都不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治疗 只能先对症处理 一方面又要求家属 间隔24小时的两次核酸 延缓了出舱的速度 另一方面呢 负责方舱的主任 害怕病人死在方舱 要求加快出舱的速度 政策都是他们定的 感觉他们呢 都有点精神分裂了 病人加油吧 争取活着出方舱就行了 也就是说的是非常悲观啊 这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医生呢 把这里面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了 让全世界都看得到 他还发了一个帖子是今年2月25号 他说又死了一个白血病的 就因为发热进来方舱 因为在方舱里面调节比较差 他说还要再死多少病人呢 才不会因为担心新冠 让发热的病人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那么这只是选取的他其中的几个帖子 其实他记录有很多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找一下 往事应该都有啊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呢 中国一直都存在的方舱医院 大家听那帖子觉得恐怖吧 如果有小粉红说中国防御做得很好 说中国效果做得很明显 比美国好 那么可以让他们先感受一下中国的方舱医院 至于中国的数据是不是透明 这个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习近平呢 刚刚解决了权力终身制的问题啊 那么第三个任期 现在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 终身制了 对不对 就是永久的皇帝了 现在又开始腾出手来啊 缓和和美国的关系了 小粉红们呢开始骂美国呀 之前骂美国呀 叫嚣要攻打台湾 喊得正天下 但是最大的独裁者习近平呢 还是知道亲众的 知道孰亲孰众 对不对 自己要想农移稳固 江山稳固的话 他必然要和美国的关系 要处理的不是太疆 能过得去 否则啊 自己可能大位就不保了 今天呢 全球一条重要的国际行为呢 就是美中两国的元首啊 于下星期举行视频峰会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啊 将被摆上峰会的桌面 这个事情呢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的关注 美中关系啊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对双兵关系 鉴于美中关系呢 目前是缺乏这种共识和信任 双方是非常猜忌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峰会呢 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 或者是任何高调的一个联合宣言 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啊 白宫的声明就说了 在9月9日通过电话之后啊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 如何负责任的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 以及呢 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啊 共同努力 在整个峰会的过程中呢 拜登将缠迷美国的意图和优先的事项 并明确和坦率的表达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 这是美国白宫的一个声明说的 此前呢美中两国的元首啊 已经通过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成立55周年欠典的一个贺信的方式啊 来表示愿意为两人即将举行的峰会 设定积极的一个基调 所以这是一个引子 那么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啊 在11月9日在他的官方网站上 就发布了一个消息 陈习近平呢 在信中表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当前呢中美关系啊 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 两国合则两利 斗则拒伤 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可以说也是老神常堂啊 习近平说 中国愿意和美国合作 同时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两国关系啊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说明习近平呢 也有是向美国示好的意思啊 不愿意把两国的关系搞得太僵 这些年来啊 中美关系在涉及到安全经济政治贸易科技等等一系列问题上 可以说都是针尖对卖萌 非常复杂啊 非常敌对的状况 那么这次的美中高峰会啊 很可能呢 会与以往的美中元首峰会啊 有所不同 习近平呢 不太可能产生一系列具体的成果 拜登呢 肯定也是老掉重弹 美国政府基于竞争 对抗和合作的高层框架 是双边关系稳定的一个基础 但是啊 不需要导致冲突 特别是气候问题上啊 美国还是有求与中国合作的 所以拜登是想和中共政府共存 他推翻中共政法不是他的目的 而另一方面呢 习近平或将重点说服拜登 恢复两国关系以往的常态 并且呢 减少对中国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 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啊 在台湾问题上 可以说给中共也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啊 中共现在也是想口头上啊 至少口头上是喊这种武统口炮啊 至于真的敢不敢动啊 但是另外一回事 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啊 在台湾问题上是非常敌对的 特别是前几天的美国的议员 做着军机啊 又到了台湾 而且美国在台湾保持着驻军 蔡英文都承认了 所以这也是威慑 威胁中国的意思 是吧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以及贸易问题上 都是这样的 国际媒体就报道说了 习近平呢 邀请拜登去北京参加奥运会 那么对于拜登来说啊 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果他拒绝了 可能呢 会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相反呢 如果他接受了 则会招致批评人士啊 对几项外界宣示的民主 和人权的立场 产生一个质疑 特别是全世界 现在数百个组织 都在因为新疆人权问题 新疆的集中营问题 来抵制北京冬奥会 在这种情况下 你拜登如果去北京参会 对不对 那就是在跟中共站台嘛 所以对他个人的形象 对美国的形象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所以白宫拒绝就拜登总统呢 将是否会参加 北京的冬奥会表态 我现在不说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就我分析啊 拜登八成呢 是会找一个比较好的理由 来拒绝不参加 不去参加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行 比较折中的一个办法啊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 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 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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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